随着新增确诊病例在美国超过36个州攀升 以及部分州的住院人数增加 美卫生福利部长阿查尔28日警告 美国控制疫情的窗口逐渐关闭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称 美国仍在第一波疫情 但寝室不同的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确诊 病患年龄层降至20岁到40岁 卫生专家警告 此次疫情热点不是在疗痒中 而是转向酒吧或家庭派对 6月29日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 该州58个县中有19个被列入了新冠病毒观察名单 这些县的人口约占全州人口的72% 目前包括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4个州已暂停经济重启 此外 6月29日 吉德利公司宣布了新冠病毒潜在治疗药物 瑞德西韦的价格 5天医疗程费用为2340美元 定价适用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医疗项目覆盖的患者 私人保险的患者将支付520美元每只 通常一个疗程需要6只 总价为3120美元 病人自付的金额取决于保险收入和其他因素 瑞德西韦首次公布的价格很快遭到批评 民调表现差 竞选机会空荡荡 一项自信满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罕见承认 自己可能会输掉11月的总统大选 对于特朗普的竞选前景 曾担任过特朗普政治顾问的纽伯格表示 按照目前的轨迹 特朗普正处于现代总统选举中最严重的选举失败 和在任总统历史上最严重失败的悬崖边上 另据纽约时报分析 曾经力挺特朗普政治立场倾向保守派的银发族 对于共和党过去四年的表现失望透顶 也不愿意继续支持他 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9日报道 伊朗司法机构已就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预袭事件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逮捕令 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协助 对此 据俄罗斯卫星网最新消息 国际刑警组织发言人向该媒体表示 该组织不会考虑伊朗关于逮捕特朗普总统的任何请求 日前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巡回法院的法官 就张盈盈按民事案件作出裁决 驳回张盈盈家属 对伊利诺伊大学两名心理顾问的诉讼 杀害中国留学生张盈盈的凶手克里斯腾森 曾在案发前 向其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咨询室的两名社工 进行心理咨询 张盈盈家属认为 凶手在杀害张盈盈的三个月之前 就向他们透露对连环凶手着迷 还购买并退回了用于转移和处理尸体的物品 但校方的两名心理咨询师 没有做好辅导工作 从而导致张盈盈死亡 但法官鲍姆称 不能认为这两名咨询师 导致或者从任何法律意义上讲 促成了他的死亡 这起民事诉讼发生在2019年6月 在克里斯腾森刑事审判之前 2019年12月30日 伊州联邦法官曾做出裁决 博回诉讼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介绍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 国际合作倡议进展 世卫组织表示 未来12个月将需要 313亿美元资金 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 检测工具及疫苗 另一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塞德6月28日在简报中称 世卫下周将派出一组专家 前往中国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他表示 了解病毒的起源非常重要 既打美航空 复航美中航线的消息出来后 美联航也宣布复飞 7月8日起 航班号UA-857 从旧金山飞往上海 日期为 美国出发 美周三和美周六 中国出发为周四和周日 需要京庭首尔仁川 美联航表示 每天会对所有飞机的 各类接触点进行定时清洁 航班清洁程序 包括彻底擦拭乘客和员工 接触的所有硬表面 对于美国航运枢纽 潭香山和关岛入港的 所有国际航班 会使用静电喷雾器 对机舱内空气和表面进行消毒 此前 美联航曾透露 希望8月份能恢复 所有中国航班的运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